好,我们来画樱花 花心是橘色 一个圈圈 两个圈圈 三个圈圈 有的近一点 有的远一点 对不对 画这样吧 对 然后画五个花瓣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花瓣你可以给它画的 这个上面有一点漂亮 对不对 也可以画成平常那样的 一 二 三 四 五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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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一 一 二 三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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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花呢 这个花心特别靠近 所以我们只能画一二三 三个花瓣 然后,这第四个花瓣在这里,已经看不见了 然后我们拿水,一点点水 把笔洗干净,蘸一点点水不要太多 看这个颜色,一点一点的洗出来 是不是就显得很漂亮 时间越长,颜色出来的就越多 多沾一点水,没关系,但是不要沾太多 看到吗,放一点点水 有的地方放的水太多了怎么办呢,杨老师告诉你一个办法 这个地方水太多了,吸一点点就行了 拿上一个毛巾,拿上一个小纸巾 这样一吸,是不是很好看 是不是好像都看不出来,对不对 没关系 好了,然后背景我们画成什么颜色呢 蓝色,紫色,黑色,好不好 黑色 这边有水,挤干 再放一层蓝色 再放一层紫色,好不好 放上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我们再开始拿笔锡 这个时候你可以拿一个大一点的笔锡 看它的背景就出来了 这个笔有点小 太小的笔要太慢了 先把边上画出来 让那个水在这个纸上多待一会儿 不及,把杨老师的手给弄脏了 不及把杨老师的手给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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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该到小心的时候了 小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小的笔 拿小的笔 拿小的笔 这个笔太硬了 用软一点的笔 好累 就是要细心 在这个边的外面 先搅拌 把一笔子 舌老师的笔 拿小的笔 切拌 把杨老师的笔 Ni 看这个地方颜色多 到时间了 把所有的地方都给涂满就行了 就不用管了